新公布第12轮第一阶段 台北市开设接种量能吊车尾 对此台北市政府在昨天也开了内部会议检讨 市长柯文哲不满卫生局没有惊喜地跟医院协调 还问卫生局长是不是叫不动医院呢 对此卫生局长房仕杰就回答说自认影响力不够 希望市长能够出面帮忙协调 更传出柯文哲气得扬言 如果有医院不愿意配合开设出施打量能 不排除要公布名单 不过副市长黄珊珊今天澄清 没有听到柯市长这么说 新冠片疫苗打到第12轮 北市被订得满头包 因为指挥中心公布接种量能 台北市吊车尾市府开内部会议检讨 传出柯文哲不满卫生局没有积极跟医院协调 问卫生局长黄世杰你叫不动吗 黄世杰回我影响力不够 希望市长出面帮忙 一旁与会的副市长黄珊珊认为 干脆下行政命令要求院方配合 柯文哲最后决定亲自找院长们开会协调 更扬言谁不配合就公布名字 我不记得有什么公布名单的事情 我是没有听到这一段 我想每一个行政首长有自己的行政的风格 能够把事情推动顺利 平和的来做 我想那讲就好了 不只如此市府高层也发现 负责协调的卫生局几乎没有动作 局长黄世杰还只跟台大沟通 局长不只只有跟台大医院沟通 我们有还有特别请局长 有跟蛮多个医院的院长 直接出去做沟通过 那医院的量能 如果马上要求他开 其实有时候是 是要比较辛苦的调动 我们动员来一半四五十个员工 医院的人数的做法 来立刻做一些迅速的调整 不要隐障到我们医院里面正常的运作 只要我们提出需求 其实医院都非常的帮忙 沟通发生的状况 我们当然要检讨嘛 都强调透过沟通解决问题 北市疫苗接种量能掉车尾 市场跳到第一线 不让这句话 台北一定做得到 赛程对手把柄 记者富山里和龙台北大臣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了